就是我在我几家做客 然后听到外面一个大爷 喊救火嘛 然后我就迅速跑上去看 我爬上去之后 我看到里面很大的烟跟火焰嘛 然后下门之后 就是没人反应 随便我找了东西 然后我把门给撬了一下 之后我就冲进去了 冲进之后 我就在里面喊有没有人嘛 听了有点声音 然后我就跑到房间去 我就看到一个阿姨在那里 然后叫他喊进出来嘛 他的脸也熏得那个黑了嘛 当时他出来的时候还是很迷糊的 之后我就叫他安排 把里面的邻居嘛 给疏伤开 然后顺便帮我去找一下那个灭火器 对 然后我就又冲进去了 我怕里面有没机关嘛 上我姐夫提两个灭火器过来 两个灭火器根本那个火 根本就是控制不住的 反正只要能用上的东西 灭火东西我都用了 那第三次之后 提这两种水进去 泼嘛 两种之后的话 那个火稍微黄了那么一点点了 而第六次冲进去的话 把那个火完全的给烤灭嘛 这灭火器应该是十多 也不知道接着多少种 我感觉就是一种责任以便 刚刚当马作为民军的来讲 人民是民才能受到危险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要一个商训嘛 军的使命就是为人民服务啊 保家为国 叫给我们消息的电视台 然后叫他帮我 捐给那些比较困难的人啊 更需要这笔非常的能